1.7.10單身模組生存實況 Hello,大家好,我是悟昕 歡迎收看我們的1.7.10單身模組生存實況 大家好啊 那我們上一集總算完成了這個我們深厚的農場改建 就是連續好幾集把我們的農場以及畜牧場 從最開始一開始生存蓋的傳統式的 把它擴建成非常大的範圍啦 不過我們保留了一個MFR農場以後 看要種什麽其他東西就可以種 那我現在暫時把三個農場的灑水器都打開了 來做壓力測試嗎? 看看我們對伺服器效能的影響 我們可以來量一下 目前的話TPS還是保持在12點多跟之前一樣 所以即便是三個灑水器應該影響也不大啦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 可以看到我把這個灑水器 故意旁邊用這個方塊給它擋起來 這個是為了減少我們這個粒子效果 其實你仔細看可以發現 這個灑水器在運作的時候 假設它的灑水器範圍內有可以濕潤的耕地 或濃作物 這些耕地跟濃作物就會主動的出現水花 有沒有 那不支援的比如說玻璃放過來上面就沒有水花 但是在這些耕地上的水花之餘 它本身也會有向外噴灑的水花效果 但是那個水花效果 我只是裝飾用的能力可以把它擋起來 像這樣擋起來它不影響它的運作範圍 就即便我連下面的那個也封上好了 它還是可以灑好灑滿這個8個的範圍 所以跟Open Blast的那個不太一樣 我們這Rotary Cry的灑水器 是不管有沒有東西擋 它都可以灑好灑滿 所以說我就把它圍起來 至少可以減少一點點的水花效果 這邊就可以看得很明顯了 這邊都擋起來 然後我們的樹苗自己在那邊 在噴水 然後它就長出一棵大樹了 好啦,但是進入今天的主題之前 我們還有一件事想要做的就是 再繼續修改我們農大 雖然農場已經很完美 其實也沒有很完美 偶爾還是會有一些農作物飄在上面 我猜可能是我要再增加牆壁的高度吧 總而言之我們還想做一個東西 因爲我發現原來Rootary它提供了一個很特殊的方塊道具 我們可以查詢Farming的選項 然後在第二頁有一個Soil Hydrator 其實光看的名字就可以猜得出來 它是幫我們的土壤進行濕潤的一種機器 所以就有點像取代放水源的那種感覺 你把這個Hydrator放在水源原本的位置 它可以濕潤同一層的土壤 那但是它有一些附加的效果 不然你幹嘛去用它 它可以增加這個植物生長的速度 那就很有用了 再來它有特別去支援這個林業的 就是Farming模組的這個泥炭 甚至它有兩種功能 一個是減緩我們林業林場的那個 輔植土的消耗速度 第二個是可以加快這個 泥炭的轉換速度 所以它有特別去支援林業 這樣的話其實我們之後也可以玩玩看林業的東西 不過我目前主要是取它這個加快植物生長的速度 然後它必須要消耗水源 所以你可以把它當成Open Blocks 其實就是灑水器的一環 你把它放在這一個 然後你必須要14顆給它灌水 然後它就會濕潤土壤 所以我們來算算看 然後它我們會需要1,2,3,4,4個 然後這邊會需要嘛 可是這樣的話要提升一下甘蔗 不然我們再放兩台好了 對兩台 所以就是1,2,3,4 5,6 林場應該不用 因為我實驗發現它應該只對耕地有用 像這種種在泥土上的樹苗應該是沒有效果的 反正我們做出了6個之後應該怎麼放啊 因為它要接水管 所以看起來上面這個是不太適合 那這時候就可以直接接下面啦 剛好就發揮我們這個農場的目的 就是這個布線都走下面 但是管線會比較好接 我們把這個敲掉 應該先把水管接好 然後放這邊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Hydrator放在這邊 然後它接收到水之後 理論上應該馬上就有效果了 哦,有沒有看到 我們的原版Minecraft的耕地 突然布滿了水分啊 所以這個很明顯 你看到有這種圖案 就代表說它有收到Hydrator的效果 而且它的範圍意外的很長哦 你看這邊幾個 123456 一直到6個都可以 那我自己實測的結果 它其實是一個圓形的範圍 它不像原版Minecraft的水是一個 9x9的正方形 它這個是一個偏圓形的範圍 所以我們在每一個 就是1234都各放一個 所以說這兩個農場都給它加速 這個有點像水跟田 超級濕潤的那種田 不曉得會不會有人有密集恐懼症 我是覺得還好啦 然後這種田花是不是也可以加速 這個農作物呢 其實不曉得 當然這個田它應該是 它會支援甘蔗嗎 我不曉得咧 可以種下去嗎 我是種不下去的 但是這個甘蔗沒有拋起來 所以 這個理論上應該甘蔗要拋起來 像這個沒有拋起來可能是有一點點Bug吧 如果有方塊更新它可能就會跳起來 所以 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邊玻璃也加高了 避免有農作物卡牆的情況下產生 偶爾還是會有卡門 好的,那我們農場的東西終於告一段落了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麽啊 就是既然我們都改造農場了 那怎麽能少得了這個生怪塔呢 所以我們從今天這集開始 其實我不曉得會搞幾集 也有可能一集就結束也說不定 我們要來搞這個生怪塔的部分啦 那原本我們生怪塔呢 有蓋了一座 但是其實這個生怪塔的用途非常低 它就只是Whisp而已 但是我們Whisp除了 之前發展的一點點放開之後就沒有再用了 比起Whisp我們還有很多比較值得蓋神怪塔的 比如說烈焰神啊 Anderman啊 甚至要原版的一些骷髏頭啊 這些都比較實用 但是我們已經辛苦蓋出了這一棟這個生怪塔 雖然裏面的設備有一點難看 就是我可能頂多是改內裝版 但是這個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意思就是說這個房子我會保留在這邊 我們要額外再蓋一棟新的生怪房 來做一個統合性的或者是泛用型的 那我這次想先採用的一樣是Rotarycraft的生怪塔啦 基本上那個比較偏Mine Factory Reloaded的那個殺怪機嘛 那但是生怪是靠Rotary 但是我現在要新蓋的也是靠Rotary生怪控制 但是殺怪也是靠Rotary 那那種東西的形式其實我以前有蓋過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印象 我記得是TPPI2 還是TPPI或者是某個多人模組生存的系列的時候 我有蓋過的一個 那其實應該也是Rica本身就是這樣設計的啦 我們可以把它弄出來 我已經先蓋好這個房子的雛形啦 那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房子給它搬到正確的地方 我們簡單看一下 哎呀,雖然是生怪房 但是我也給它稍微這個設計一下 讓它不要太方塊屋 然後還有一個煙囪 但是這個煙囪不是排煙的 反而是進水用的 這個聰明的大家應該都猜了出來這是幹什麽用的 好啦,主要是我們 從這個門進來之後呢 那個一樓就是管線式發電基石 但是這個模組的預覽顯示不會顯示Rotary塊的齒輪箱啦 所以這邊本來有一堆齒輪箱但是都沒有顯示 重點是二樓的部分 這邊有傳送履帶 然後這邊 主要是這邊放了一排生怪磚 然後透過Rotary塊來控制生怪之後呢 怪物生在這個地方被傳送到後面的地方 然後再用Rotary塊的東西做集傷 可以看到這邊有火焰就是之後要放那個 蒸汽發電機的地方 所以大致上是這樣設計 那我們就決定好要放哪裏 這個的話我們看一下Chunk的邊界 應該我的設計是剛好佔一個Chunk啦 但是伺服器狀況跟測試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可能沒辦法把它塞在剛好一個Chunk 這邊有樓梯我覺得就照著水平面就好了 所以再下降一格 這個地方我們就把它整地整平 然後後面的話剛好貼著地板 我們主要現在就是看左邊跟右邊哪裏會比較適合 要再前進一格嗎? 不,這樣就好了 這是靠左一點還是靠右邊一點啦 因為始終是不可能塞在一個Chunk 所以我們應該就是 過來一點的話我們可以保留這一棵樹 這棵一定要挖掉 然後後面的那個 其實可以保留呢 這棵樹應該是不用挖掉 這棵一定要挖掉 然後這邊可以剛剛好貼著 各位覺得呢 還是說再過來一點啊 誒,剛好在中間啊 哦,這樣子好像不錯哦 對,剛好跨在兩個Chunk的各一邊 好,那就這樣找好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位置放在這邊 那我就是把這個地板整理一下 好,我們整完地了 接下來就可以來蓋房子啦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Miku小機器人也找來了 因為它可以幫我帶一點東西 其實它也蠻方便的 可以有合成台啊 要零食燒什麽都可以 重點是它也可以撿東西 好,所以我們就直接透過這個模組的自動列印功能吧 但是呢,因為我在蓋房子的時候 其實是 算是蓋個雛形而已 所以裏面其實有很多東西都是零食性的 所以 反正應該也沒差 我不帶管線不帶機器 它應該不會幫我放啊 所以我們可以打開這個列印功能 然後它就會開始幫我放了 所以會看到樓梯在這個位置 那我之後這邊可能也會一樣蓋一座小橋連過去吧 所以 重點是我們地板要先這個鋪好啊 OK,我們基礎的建築外觀以及內裝大部分都蓋好了 所以接下來剩下的就是我們真正生怪塔的部分啦 關於這個機械啊 還有一些齒輪箱電信該怎麼擺設 現在就可以開始用 那因為 建材的關係 所以我們這個暗房已經先用好了 基本上這個方向就是往這個地方送 那後面連這個生怪磚的預覽圖都有啊 不過這個只是示意而已 與預計的話就是可以放 主要是跟原版生怪磚比較契合的吧 所以說我們這個生怪塔也沒辦法支援所有的需求 假設有一些比較特殊的 比如說就Anderman好了 或者是幽靈水母啊 這種可能還是要借助其他模組的生怪磚 就沒辦法用這種原版生怪磚的形式 所以說這個就比較針對於像烈焰神 蜘蛛、骷髏跟殭屍這種 原版生怪磚就可以取得 然後我們再用Rotarycraft去強化增強它的一種形式 那這邊的話呢我們採用的就是用這個真空漏斗來做回收的動作 那我們雖然是用這個真空漏斗 因為其實這個範圍的話就只有剛好這三個嘛 所以這真空漏斗這剛剛好 然後它也可以吸金焰球 經過我實測是不太會有東西噴出來沒吸到啦 反而是可能把東西導出來的速度要夠快 不然的話其實我們這生怪塔一開下去它的效率非常高非常驚人 所以你這個東西抽出速度要夠快才行 然後我們就來擺機器吧 所以我們要先放什麽好啊 應該說假設那些是生怪磚的位置的話 我們就要有這個能量的輸入到上面 還是我們要先假裝有生怪磚 所以應該是 1 2 3 4 這4個是生怪磚 然後我們在生怪磚上面就可以擺這個Spawn 可是現在可以放嗎?可以 Spawner Controller 那目前的話什麽東西都沒有 然後呢我們的Rica都靠腰了 然後我把這個螢光石敲掉了 這螢光石是為了假設如果我們真的要放一個烈焰神生怪磚的話 那其實各位看一看出來我們這個生怪磚我們只利用了一半的效率 它剩下另外一半的空間我是不希望它生怪的 我們都知道如果以原版生怪磚形式 最高效率要放在暗房的正中間嘛 這樣它才可以完整 可是我們用的是Rotary的生怪機 完全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它效率已經太高了 所以我們 只要用其中一半就可以了 那所以說這一半的話我們必須把它保持這個光亮 尤其是烈焰神的部分 我們必須讓它亮度超過一定的等級 它才不會在這個房間生出來 所以我們這邊要擺兩個螢光石 好啦所以說 是不是要把這個隱藏起來 我應該是可以自己放啦 不用藉住這個參考提示 所以我們要擺一二三四 然後記得我們的工具要拿出來 能量的話是由下而上 那這個Mob Spawner Controller 就是生怪磚控制器的話 它的能量輸入是生怪磚本體而不是機器 所以說我們只要在生怪磚的 剩下五個面輸入能量就可以了 那生怪磚的旁邊這裡我還放了一排石磚是用來幹什麽的啊 這個的話就是用來做紅石控制用的 那紅石控制的話看起來好像很囉嗦對不對 我居然還用紅石火把做給它充電 然後在傳導到我旁邊的生怪磚去做紅石的控制 那其實我原本想用這個Android的這個電線啊 或者是其他模組的紅石線啊對不對 但我發現它這個地方非常的機車 我猜應該是Rica的關係啦 它幾乎只能支援原版紅石的直接傳導 而不支援任何其他模組紅石的接觸傳導 總而言之你接Android 你要直接接上去是不行的 你必須要再經過一層這個原版紅石的轉接才行 所以有點麻煩 不是我不想直接接 而是它就真的這麽麻煩 所以這邊的話呢我們 這邊就可以用Android的紅石管 然後給這個石磚充電 然後就會讓紅石火把熄滅 然後就會讓這個石磚不充電 不充電的話就可以開啟我們的生怪磚 這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用法 這紅石等等再擺完 我們先繼續擺這個齒輪像的部分 所以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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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繼續往下接 因為 我是想把齒輪像接在地板上會比較好看 比較好調整 當然你要全部鏤空懸空在天花板也行 但我就是想要把它接在地板上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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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的話就要用這個轉角齒輪箱 然後能量是傳導到UP 然後能量是東 所以是東到UP 東到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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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呢這邊就要開始做切割的動作啦 我們要次元到不是分裂的動作 這個 因為我這次要採用的能量呢是水車 因為水車現在我們的科技速是最強大最方便 只要給它潤滑油就好了 而且因為它能量太多的關係呢 一台水車就可以供應4個生怪磚 其實沒有一定啦 看你的生怪磚你要給它多大的能量都可以 越大能量它生怪的速度越快 但是我原本是試著用4台水車給4個生怪磚 但是效率實在太高了 大概2秒鐘就生12隻吧 就是你4個生怪磚每個生怪磚都生4隻 那個速度太驚人了 我現在還不想要那麽快 所以我就一台水車給4個生怪磚 其實也是很快啦 所以我們這邊 要把一台水車的能量切成4等份 所以這邊要反過來 有 這邊到那邊 然後這邊的話 能量是要到西方嘛 對 然後我們這邊就用這個Sharp Junction 然後用能量分割模式 這也是能量分割模式 然後這邊再一個轉角齒輪箱 然後這邊再一個Sharp Junction 然後一樣能量分割模式 所以能量從這邊進來之後呢 先等分 然後這邊再等分 這邊再等分 這樣就4等分啦 然後這邊一個轉角齒輪箱 能量是由上面到這邊 把它轉過來 能量是要送到下面的 所以 北到下面 OK 然後接下來就是三個這個 應該是反過來 三個16倍的鑽石扯輪箱 因為這個生怪磚控制器它的轉速越高越好 然後它不要求立局 所以就很簡單啦 就是拉轉速就對了 所以我目前這樣子的擺法的話 可以讓每一個生怪磚只會接收到1 牛盾的立局 然後全部都是轉速 那別忘了我們要給它這個上潤滑油 所以水車的位置應該在這邊 所以 滾滑油 然後我需要一個水桶 你 你 你 然後拿扳手Shift叫右鍵 因為它預設是立局模式 我們要改成轉速模式 然後這邊接上我們的水車 然後潤滑油輸出 所以我們水車就有潤滑油啦 這邊我也預留了一個孔 就是上面倒水的地方 所以答案揭曉 我們這個煙囪不是拿來排煙的 而是用來灌水的 其實 這只是一個建築設計而已啦 對,你要直接開個電花板也行 就想想 既然都要灌水 竟然我乾脆就放個天花板好了 好,所以 就是乾脆放個煙囪啦 這邊是63 所以我往往64個 大概127個 保險期間135個好了 太高了 這邊135 應該是這個位置沒有錯吧 總共飛的有點歪歪的感覺 好,就是這裏 一樣旁邊圍 8個 然後再放上我們這個燈 結果我們這個燈好像是專門來放這個的 然後倒一桶水 這個倒下去事後下面的水車理論上就會開始運作了 哦,不要摔死哦 坐等我們的水下來 有了能量正常的傳導到這個地方來了 然後你看它轉的方向好像不一樣 這個不用管它 只要它有轉就好了 所以說你看 它接收到了 131千瓦 然後轉速也是131千 所以就是沒有錯 我們能量的部分就沒問題啦 接下來 紅石的部分我們繼續接 應該說設定一下 我們好像還是沒有做Ander Isle的反手 不過沒關係 我們可以用其他模組的反手用 回卡回卡 那麼顏色來區分一下 1 2 3 然後我們記得要改成強訊號模式 這樣子它才可以把電充滿上面的石磚 然後藉著這個石磚來熄滅上面的紅石火把 然後呢 我們直接往後面接過來 所以這邊就是我們的控制面板啦 然後一樣 顏色調一下 1 2 3 然後這邊就不用調強紅石了 因為我們是接收者 放4根拉桿 然後下面的話就放 4個告示牌 之後再縮 所以我們可以來開關它 雖然它看起來好像全亮了 但是它只會控制其中一個紅石 有沒有看到 所以我們拉下這根 就是吸這根 所以紅石的控制主要靠 Ander IO 但實際上開關是靠原版紅石 所以這邊沒問題了 接下來我們來設置殺怪機的部分吧 我們這邊是放上3個地獄眼 然後呢 這邊接 3個 這個 這個 蒸氣引擎 然後呢 後面呢 我們直接接Ander IO的供水系統 外加 涼桶水 然後呢 板頭點一下 所以水 灌進來啦 應該有啦 有 就可以點火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能量往上送 呃 這個要怎麼 反正是往上嘛 我們就 從這個是北方 對 北上 北上小心塞車 北上 好 好 然後呢再把能量轉回來 所以是 下北 下北 這是下北 下北 接下來就放我們的Mob Harvester 所以一台Harvester吃一台蒸氣引擎的能量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的Mob Harvester 它每一次 會對怪物造成6顆新的傷害 但是它 幾乎每一Tick 就是每個短短的時間就會造成一次傷害 所以騎士效率也是蠻高的啦 對 正常來講要自動化是完全沒問題 但是因為我們這一包有裝精英怪模組的關係 所以在它殺怪的功能當中 假設有玩家靠近這個生怪塔的話 你如果沒有秒殺那些怪 反正就是精英怪有時候會瞬間傳送出來啦 所以在運作過程當中 沒事不要靠近這個生怪塔 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這邊開始在運作了 我這個殺怪機上面有墊一個半磚 但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殺怪機它的殺怪範圍是兩個高 只要在這個範圍內的怪物 通通都會被擊殺 所以墊這個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阻絕光源 因為我們Rotary塊的所有的機械方塊都會透光 即便你看起來好像它應該是10星的 但是它還是會透光 那就沒有辦法產生完美的暗示 所以就上面墊三個半磚就可以把這邊變成暗示啦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設置一下簡單的物流 這個是暫時性的 因為我要看看它會產生什麽樣的東西 假設有一些裝備啊工具啊 如果想要刪除的話就可以直接把它刪除 所以item output都是在下面 然後我們液體的話這邊有一個經驗塔 經驗塔可以直接回收的話就在這邊 所以我們這邊物品要主動抽出 液體要主動抽出 雖然說我們的Vacuum Hopper它會自己推出物品 但是速度其實是很慢 所以我們還是要借助物流管線的主動抽出 甚至我覺得之後可能還要再加上升級才夠快 因爲這個生怪塔的效率實在是太高啦 所以銀色銀色,這邊都設置好啦 所以我們現在就只剩下生怪磚的部分咯 我們現在要出來狩獵這個生怪磚啦 因爲蜘蛛的可能不太好找 所以我們直接從紅尾之木有長蜘蛛寺下面 來奪取一個生怪磚 然後我剛剛發現這個稻草人啊 那其實這裏以前應該是一個聚會女屋的小屋 但是因爲我們地圖有重整過一次 所以這個地方突然就變成稻草人了 那這裏稻草人下面理論上都會有一個生怪磚 所以這個是僵屍生怪磚 只是它圖案看起來很像小僵屍 不管,反正我們要搬這個生怪磚 然後這樣子就有僵屍生怪磚啦 如果再來一個骷髏生怪磚就完美啦 是不是 但是這個稻草人算是可遇不可求吧 我們就繼續逛 當然別忘了我們地獄還有一個烈焰神生怪磚 我在飛的時候路過了一個瑪雅遺跡 這個應該是recurrency complex 環境什麽什麽的模組 主要是這裏面不曉得會不會有生怪磚啊 我們來試試看 反正這個模組就是在地圖上會隨機的生成一些景觀 看了是有精英館 我自己按到趴下 就是會生成這種景觀 然後這個其實沒有太困難啦 它就是增加一些遊戲體驗而已 你可以看到這邊連蜘蛛獨自術生怪磚都有 但有可能也只有獨自術生怪磚喔 可能不一定有骷髏生怪磚 這個的話有點像那個埃及金字塔啦 只是它的順序是相反的 我們埃及金字塔是由下而上 但這個瑪雅遺跡是由上而下咧 小殭屍 走開 前面有一個獨自術 我是不是把這個敲掉好了 反正我已經掠奪了一個 應該說 獨自術生怪磚到處都有 有方塊之後你就不用擔心沒有獨自術生怪磚 第一個寶箱位置 當然這個模組主要是中與原版特色 所以它應該不會給你太多奇怪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一個故事書 會隨機生成一些不是很重要的東西 有興趣可以看看 但是它都是寫英文 越來越低 究竟我們能夠發現 One Piece嗎 死路 當然我們以前有在其他系列攻略過這個埃及金字塔 但是 這個瑪雅遺跡就不曉了 不曉它的最終目的地獅大概在什麽地方 苦力怕呢 各位知道嗎 我發現這個瑪雅遺跡的難度比我想像中還要高呢 我卡在這邊我下不去了 因為 我每殺一隻僵屍就出現三隻僵屍 根本殺不完 而且不只是原版的怪而已 居然還出現了Thuncraft的毒蜘蛛 那個叫什麽 就是Thuncraft的一些特殊生物 我又中毒啦 然後一直中毒的關系 我都沒辦法累積這個拔刀劍的連擊數 而且 這裏精英怪的比例有點特別 有點高啊 每隻怪物都超難殺 所以我可能 現在的裝備武器還沒有辦法攻略這個地方吧 我們只能暫時先撤退啦 機架不錯啊 我們現在殺不死 我們可以留到以後 繼續挑戰 這些怪物真的是殺不完 先這樣就好 反正我大概知道位置 好吧 我們找不到這個骷髏生怪磚 不過沒關係 我們已經有殭屍跟毒蜘蛛了 再來去地獄搬烈焰神生怪磚 這樣子應該就是我們最後一次來這個地方啦 一進來馬上就有精英怪 今天跟精英怪好像很有緣喔 哦,這也太難殺了吧 槍都打不死 果然還是散彈槍比較威 OK,他隱形了 他竟然還丟藥水 不過我把生怪磚封印起來了 應該還可以 真的耶,今天的精英怪都特別難纏 一個比一個還難殺 所以 生怪磚搬走 我們就可以永遠地撤離這裏啦 永遠嗎 還是先留著好了 因為這邊以後也可以來刷雕零怪之類的 不曉得 好啦,我們終於總算回來了 我們可以把這些 放一放 然後在放之前我們要確認一下它是處於關閉狀態 紅石火把亮起來的話 我們的生怪 是 對,應該是關閉狀態 然後其實我已經忘記哪一個是哪一個了 這個應該是烈焰神 所以我們把烈焰神放在這個地方 這個放得下嗎 可能沒有空間喔 我們搬進來放 然後 沒錯,這是烈焰神 然後接下來就是殭屍跟毒蜘蛛 理論上它們放哪裏都沒差啦 但是我希望蜘蛛可以在比較中間一點的地方 所以我們 把這個放這裏 好滑 再來是殭屍 殭屍放在第一格好辣 因為它是Minecraft最常見的東西 所以第二個就是保留給未來的骷髏頭 完畢它 我們可以設定一下這個生怪控制的效率 預設 最低最低可以到120tick 我們就設定120tick 那1tick20秒 所以說它每6秒鐘最多可以生一批磁的生物 那你想說6秒鐘 感覺還是很久啊 但是它其實比你想像中的還要快很多喔 好 我們等下把它三個開起來就知道它的厲害之處 所以這個還沒有 我們應該就可以打開了吧 先把磁鐵關起來 免得干擾 可以打開它 打開它 開始啦 不過蜘蛛會傾向於找我啦 所以我們 沒事的話不要靠近整個生怪它 然後馬上就中毒了 這就是我說的 有精英怪的話就 就很麻煩 而且它們打人很痛啊 結果我是凋零致死 你看死得不明不白的 然後我到現在還在 我在想它搞不好 精英怪受傷是綁這個 放置的玩家 所以我可能要去 我的屍體在這邊 我可能要去把那個 殺怪裝置換成 是由它們來放 但是我們現在必須要 趕緊去把這個 機器關起來才行啊 好痛喔 趕緊關起來 不然等下又GG 我們再來試一次 我猜它這個應該跟 之前Chromaticraft的那個 防衛砲塔的道理是一樣的 它這個會綁定說 是由誰放的東西 那就算在誰頭上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個鍋 甩給 這個 Thermal Expansion 我才不要承擔這個鍋 對不對 其實主要是精英怪很機車 我們只要精英怪不要那麼機車的話 其實都很 都很Peace 所以這個機器都是由COFH放置的 那我們再把它打開來看看 那蜘蛛一樣還是會爬牆啦 但是 假設我沒有中毒 沒有中什麼負面效果 理論上應該都正常啦 有啦你看 XXX被COFH蓋掉了 所以的確它 畢竟都是REKA的模組 所以他們 邏輯應該很像 妳就可以觀賞一下 這個 生怪塔 的威能 那些電影 MANIité會飛起來 當然是不是因為她有感測到 玩家的存在啊 假設我 不在這附近的話 應該他們會 就順順地被擊殺掉 烈焰神越來越多 其實我們也可以比如說之後在下面放一個 Connected Attractor 就是Thumbing Tinkerer的那個生物吸引機 就可以把附近的生物強制吸過來 也是可以啦 但主要是讓大家看這個效率 你看,才剛殺完以下一批又進來 這個殺怪流水線的效率非常高啊 然後這個殺的東西通通都會掉進來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的儲物箱 甚至連,因為有Thumbcraft的特殊怪物啦 所以可能會掉一些特殊的東西 那我的想法就是 總被拿去農掉 或是怎樣的,然後其他丟回AE 所以我們的超高效率 Rotary生怪塔就完成咯 我覺得這個烈焰神有點母湯 我們先去 借一下這裏的裝置好了 我記得他是要拿扳手開關 我記得他是要拿扳手開關 然後我可以不指定他吧 這樣他就變成什麽東西都會吸 哇,這裏的烈焰神真的是 有點多啊 那我們要把這個傢伙放在什麽地方好呢 先放這裏試試看 有嗎?有 靈驒一點的烈焰神有幹掉啦 但再過去就不行 當然應該是要放下面一點才會比較好 那放這裡好了 哎可是放在下面可能會吸不到 啊,我知道了 我們把吸怪器放在那個地方應該會比較適合 再打開來 所以靠近的不啰嗦就會被吸過去 但是那些就不曉得該怎麽辦了 但是那是很舊的生物啦 因為烈焰神的範圍在這邊應該會直接被吸過來 再過來一點你們這些該死的烈焰神 還是我用這個銅填罐 我們勒起來殺 為什麼還中毒啊 直接丟藥水吧 有了,全殺死了 好,吸完這樣就沒問題了 然後東西好像有一點給它多 啊,因爲我剛剛把這個漏斗敲掉重放 所以說它這個也要敲掉重放才行 Extract 所以即便在創造模式有先蓋好了 但實際上蓋起來還是會有一些 意想不到的狀況 就邊蓋邊修 所以這個它應該會慢慢把東西都吸完了 然後有一隻蜘蛛卡在那裏面 而且它是Thuncraft的蜘蛛呢 我也不知道該怎麽辦 也許我們以後可以換成大蜘蛛版本 就不會有這麽問題 所以我不管它 好,所以我們 超高效率生怪塔就完成啦 之後再想辦法這個物流的問題解決一下吧 所以我們今天就到這邊結束啦 好,我連橋都蓋好啦 然後上面居然有些烈焰神 這可能是 精英怪瞬移出來的 不對它是Thuncraft的烈焰神 啊,失火了 失火了 救火 好啦,所以今天就先到這邊結束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 又跑一隻上來了 是咧 可是我覺得精英怪真的是一個很麻煩的存在 最後要看有什麽有效解決這個落跑生物的方法 那就先醬子啦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一次再見 各位,掰掰 咧